第十三届上海双年展以水体为名 换请我们关照与地球上的生态 以及地域的联系 上海戏剧学院跨文化交流学的展演活动 故事流 以一场充满身体、故事、现场性 与互动性的多元文化创作现场予以响应 六个作品形成了一道故事流 顺着中国内陆的江河流淌至沿海地区 乃至横跃大洋的另一端 也激发我们重新思考彼此之间 以及与这个地球存有什么样的连接 短句《它之地》 是上系旷文化交流学毕业校友 发起的盘上海驻地计划所孵化的作品 用象征的手法 以一条心安江作为两代女性跨越时空的链接 在她们互相关照寝土的同时 也疏发身为女性所持续感到的困境 来自福建的惠宾 爷爷在他出生前即过世 他的纪录剧场作品 从未见过的爷爷 结合既实与虚构 以意向丰富的语言 布成爷爷作为一位航海员的见闻与心境 海上的飘航 历史的际遇 个体的寻根 水体在惠宾的故事里 另有一种亲密的体现 短片《夏日访客》 以上海宝山区一间合作房里 各个房客的空间、生活与心事 交错计时与实验影像 折射出某种当代上海生活的真实面 海纳百川的上海 也包含着无数诸如此类的空间 与在此驻留长短不一的访客 美籍华裔青年仁义 结合了对父母的采访 和数字编程与视频制作 设计了互动装置作品《记忆物件》 观众可透过扫描他所提供的 私人物件上的二维码 启动一段关于这个 记忆物件的采访视频 感受移民所面临的文化冲击 与美国华人的日常生活 移民与海归 也是当代华人不断反思的议题 我们欣赏舞台上舞者的舞姿 却不太有机会听到他们的故事 为什么 是编导Annalise Charette 的一个持续进行中的 纪录舞蹈剧场项目 运用舞者的亲身故事 让舞者的现场表演 伴随着基于个人访谈的 录音所创作的声音设计 来探索为何跳舞这个问题 远从加纳至中国留学的 Kabi Harding 以记录影像与现场舞蹈 诉说他跨文化的生命经验 和寻找自我的心路历程 表演结合非洲传统舞蹈 与中国太极武术的动作与会 以及隐含于其中 互相呼应的哲学观 最后 Kabi邀请了观众下场共舞 亲身体验他所带来的非洲当代舞 故事流 展现了年轻创作者的创意 与对自我挖掘的真诚 随着这些故事的流动 诉说与倾听 我们希望给观众带来 更开阔的视角 与更多元的共情体验 并思索水体 所引发的 对于一种流动中的联盟的想象 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